綜合練習題這邊 這邊呢你會發現 它裡面輸入的資料是西元年 可是呢為什麼它可以看起來 是第一個民國年 第二個呢它的斜線變成點 第三個呢它的月跟日變成兩碼 有沒有一它變01 第四個的話呢是什麼 它的後面多一個週期 有沒有 所以會有這些東西不一樣 那問題來了它怎麼變的 其實這裡面的話就牽涉到什麼 格式問題 這個格式就是你看到的 跟實際上存在Excel的資料是不一樣的 OK 那首先的話我們先切到The Day好了 那剛剛有練習過 所以請各位特別注意啊 裝到今天日期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插入什麼 日期時間請各位找到Today OK 或者自己打也可以啦 都記得要把那個小瓜糊補一下 因為它不用引述 好抓到今天日期 第二的話呢就是用插入函數下面這個 這個儲存格 用Now好了 試一下鬧 那你想說結果一模一樣 到底哪裡不一樣呢 你可以把它拉寬一點點 把這兩個按右鍵 選舉按右鍵出成格式 把這個格式再加上時間 然後再加上時間 時間裡面的話 你找一個有年有月有時間的 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上面的Today呢 它是只有抓到6月5號的12點 就沒有了 Now的話呢是抓到什麼呢 就是現在的時間 4點19 不過特別重要 是根據你現在電腦 OK 所以你現在電腦如果 裡面的時間不精確 它顯示出來也是不精確的 好 那再來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這邊兩個日期的格式 改成什麼 改成我們剛剛綜合練習題裡面看到的 中華民國 然後斜線改點 兩馬 月 然後後面加週期 會有四個地方要變更 那要怎麼變更 特別說一 怎麼變 按右鍵 除了一個格式 但問題來了喔 日期裡面有沒有這個格式呢 你想說西里沒有 那應該中華 有一個中華民國力 中華民國力有沒有 沒有耶 就只有這幾個 對 所以喔 第一個喔 以後要學會一招 就是 如果清單裡面沒有的 那你可以自己再把它修改 所以呢 那個格式喔 不是說一定只有清單有的才可以用 沒有的沒有關係 你可以先切到制定 但是 切到制定有個技巧 就是 找一個接近的 再來改 比較不會改太多東西 哪一個比較接近 看起來好像都差很多 不過還是有一個 最下面這個好像比較接近 找到之後按制定 切過來 那首先切到制定 下面有個制定對不對 先找什麼呢 日期裡面的 那個中華民國力 這個 找這個好了 制定一下喔 好 它會把 剛剛的那個中華民國力背後的那個 公式顯示出來 OK 再來的話呢 裡面如果說我要把它改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1 跟前面這一串呢 它是後來加了真一級吧 這個不能改 這個就是 民國年的 那個敘述方式 公式 那如果我要把斜線改成點的話 很簡單嘛 把什麼 把裡面的斜線 你想說 是不是delete掉 改成點 各位 點一下 可以耶 對不對 第一個喔 如果要把斜線改成點 delete掉 改點就好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 我希望呢 月跟日 變兩碼 如果各位數字的話 變0102這樣 很簡單 怎麼做 欸 對 M一個對不對 把他再補一個M 就MM D的話呢 就DD OK 你不要沒事 前面E也給他改一個E 他不會理你 那個改沒有用 所以我們月跟日改就可以了 MMDD 你會發現上面呢 看到 其實你可以預覽一下 上面 有發現 06 05 出現了 OK 第二個問題解決了 第三個問題的話 就是什麼 我們希望呢 可以把 這個後面加上週幾 或者星期幾 怎麼做 很簡單嘛 DD的後面呢 加個小瓜糊 裡面的話呢 週幾 記得喔 是 三個A 小A 小A 有沒有發現 週幾出現 好 瓜糊裡面放三個A 那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 星期幾 那是不是就四個A嗎 欸 試一下 四個A看看 四個A真的變星期幾了 所以應該蠻好記的 週幾跟星期幾 就是這樣 三個A是週幾 四個A是星期幾 其實我們這邊週幾 所以我三個A就好 好 按個確定 結果就出現了 對 就我們要了 好 如果你想說老師 那你為什麼知道週幾 跟星期幾 的格式是什麼呢 其實為什麼呢 很簡單嘛 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你可以找一下那個日期裡面 日期裡面的西例喔 這邊的話 找西例 會有一個星期幾跟週幾 那我只要知道什麼 點週幾之後呢 按一下制定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嗎 這邊就AA 那我就把這個AA拿到那邊去而已啊 所以我是先知道了 然後再把它搬到那邊 所以 其實很多時候很多格式沒有 但是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 那邊有一個 那你可以把它什麼 拼湊在一起 不就OK了嗎 所以有的時候格式沒有喔 你可以自己制定喔 OK 這沒有說 沒有就不行了 其實像這邊有蠻多東西 很好玩的啦 像什麼特殊 像 之前有同學問過說 老師我如何可以把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 阿拉伯數字 改成國字的1234 這邊又有啦 特殊啊 你可以拿這個來變化一下 就可以12 就可以把那個喔 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123456789 那種 那個 我們國字的敘述方法 你其實可以套用這個格式 裡面的 數字 全部 阿拉伯數字 全部都用這種來表示 喔 這個我想你可以玩玩看啊 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喔 比如說像這邊有沒有 數字啊 比如說你阿拉伯數 1200 好這樣 那如果你要把它變 那個什麼呢 變成 中文的敘述啊 按右鍵出的格式 這邊就有個特殊 特殊裡面的話 你可以什麼 把它改成這個 國字的寫法 好 寫法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邊就是1200出現了 有沒有 OK 但是有個問題 它存在 什麼呢 Excel裡面是存什麼 還是存 是 中文還是英文呢 存數字嘛 有沒有 OK 所以喔 假如你要把它真的變成 文字 那怎麼做 真的把它轉換 只要一個函數就可以了 之前有講過啦 就是TES TES 那TES其實只要怎麼樣 只要把它裡面的格式 拿出來 用TES裡面 放在Format TES 就轉過來了 OK 不知道各位知道 做法的話 比如說你要把它真的變1200 1200 不是數字 因為其實它外表 看起來是這樣 實際上存在裡面的還是1200 如果你要真的轉換的話 有幾個方法 一按右鍵出的格式 就是把制定裡面的這些東西 把它把它複製起來 不過它通用格式裡面 我看這樣我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1200 那這個TES我想待會兒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範例 讓各位知道 這個大家提一下 比如說像什麼 像這邊有那個什麼呢 我們已經格式化完成了 西元 跟著一下 應該是中華民國曆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如果今天希望 把它的年 月 日 跟週幾 全部分開來 分成 假設我中間格一個 格一個低欄 我希望把什麼呢 把年 選擇 年 改一下 年 年 月 日 跟那個週幾 這個週 把资料分开来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分开来 那你当然直觉看 上面看到的是一个字串 所以呢我们可以什么 107的话 那我可以用Labs 有没有 把它怎么样 切割前面三个字 对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插入函数 再利用文字 里面的那个Labs 当然你会想说 前面的三个字 前面老师讲过Labs 对 前面三个字 所以你给他一个 这个资料 前面的三个字 给他输入吧 输入三个字 按确定 你想说107吗 诶 432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 放在Excel里面的资料 它基本上是一个数字 所以里面到底放什么 按右键 除了格式 你可以把它改为通用 你就知道里面放什么了 43256 为什么是一个数字 其实Excel里面它基本上这个数字 根据官方说法 它是跟1900年1900斜线1月1号相比较之下 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在这边输入190年1月1号 按右键 除了格式你一样把它改为通用的话 你会发现会回来变什么 1 意思就是这个日期是第一天 1900年1月1号开始 算第一天 所以到今天为止已经经过了 43256天了 很奇妙 我在想说 那如果1900年1月1号以前的日期 那怎么算 那就负的 所以它等于对它来说不重要 因为四算表里面也不是考古 也不是历史 所以它那些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知道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在Excel里面存的日期 就是一个数字 就对了 OK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是刚刚这个格式 其实就是外面的格式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可以切的话 记得你要先怎么做 H在D栏这边好了 先利用一个函数把它转成文字 再来切割就保证成功 哪一个呢 一请各位 先把这个格式按右键 除了格式 自定一下 把这个里面的这一串复制一下 制定里面这一串 然后利用什么 插入一个函数叫Test 之前也用过吧 TXT 这个 确定 请你把Value放这一个 FormatTest 请你双引号 双引号 移到中间 把刚刚从制定复制过来的东西 请你贴到FormatTest的双引号里面 这个时候它会怎么样呢 它就会真的帮你把 43256 转换成一个字串 那你如果是一个字串 再来切割 相对的就会成功 OK 所以按确定咯 那如果这个时候 它已经帮你转咯 说真的看起来看不出来 其实两个不一样 但实际上这里面放的是数字 这里面放的是文字 主要是经过Test 所以特别注意哦 以后如果你要切一个东西 切不到里面东西 记得把它改成Test 那如果说我要切就用Labs 那把C3改成D3 打个勾 看一下 有没有 107出来了 没错 那月的话呢 一样嘛 你就不能用那个Labs 你这个地方你就只能用什么 用Middle 所以如果你要切月的部分的话 Middle 里面Test 记得选第二 StarNumber的话 就是应该是第几个呢 第五个字 取几个字呢 取两个字给它06 按确定 好06出来了 那这个字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公式把这些复制一下 拿这个月的来改 直接把这个贴上 改一下 应该是第五六七八 第八个字 取两个字打个勾 OK 好有没有 05 周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也是Mid 所以你会发现Mid 非常重要 那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所以一样 十一个字取两个字 好打个勾 周几就过来了 好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用那个Test的方式 就可以把它做切割了 那你想说 老师那除了用文字的方式切割之外 我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 有啦 另外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用 年的话也可以什么 插入函数 用 不要用文字哦 用日期 日期里面有一个叫year 刚刚有用过呢 year函数呢 一样可以抓到前面的日期 但是你会发现 因为回来一定是西元 所以如果你要变 那个民国的话 你就什么 剪掉 1911 打个勾 这样会不会OK呢 1911 不过剪完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它回来 会是日期格式 要辨识错误了 所以按右键出车格式 就是 请你把它改回什么 改为通用的就好了 意思就是 你把剪完之后的数字告诉我就可以了 你不要剪完之后 丢回来 给我一个另外一个日期 我不要日期 我要数字 好 107 那月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用month 所以插入函数 顺便学一下 如果要抓到日期里面的月份的话 请你找到month month 就是抓到它的月 抓这个的月 六月 不过如果你要格式的话 就可能自己再把它用那个test 两码 然后日的话就date dat 然后抓什么 抓这个日期里面的日部分 那周期的话呢 你就插入函数 里面可以用哪一个 用拆的应该可以拆出来 叫什么呢 weekday 有没有 weekday按确定 里面的话呢 你就给它这个 周二按确定 它回来是三 不过你会发现三 怎么会是三呢 特别注意哦 因为这个设计是美国那边设计 它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 周日 对 周日嘛 所以第三天指的是周二 不过当你要格式的话 你一样嘛 把这个结果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有没有 再利用日期里面的那个周期 把它格式一下 三就变成周二 结果一样 OK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要针对一个日期 做切割的话 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把它变成文字来看待 一种是把它当日期来看待 所以第一种哦 是用test 后面呢 把格式给它 再去做切割 这样保证正确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 工作上很多人不会 就常常奇怪了 为什么 老师我要这个资料 它就是出来 不是我要的 我说你有沒有转 没转 没转当然就是一定失败 怎么转 用test转就好了 这很重要 test函数很多人不会用 不会用你 当然永远就抓不到那个东西了 但如果你不要用文字 不然你用什么 用日期 year month day 不就OK吗 也可以啦 所以 这边总共会有两种模式 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我这边已经一连串了 使用的非常多 today now 跟test 然后后面用laps mid ok 然后year month day 加weekday 那请各位试一下